请大家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这份甜蜜 好了,那接下来赶快请我们大家心心念念的两位来跟我们抖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抖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一彤,在春色里是庄杰 欢迎,欢迎周杰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宪,在春色机器人中饰演陈麦栋 欢迎,欢迎圣哥,在此欢迎两位的到来 我们最近都听说了,听说两位是可以亲嘴的高中同学关系是吗 这要断句断清楚,可以亲嘴一定是陈建昭,但是确实是高中同学 是,是把我们撩到无法自拔的高中同学啊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想先问一下两位知不知道最近陈麦栋和庄杰的CP名是什么 刚才说了 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被大家起这个名字 这挺好玩的,成果抢劫 成果抢劫,我刚才是中文打劫 成果抢劫,成果抢劫,成果抢劫 成果抢劫,成果抢劫,成果抢劫 成果抢劫,成果抢劫,挺好的 对,而且其实这个抢劫,对,他这个抢劫用的很妙啊 就是很生动形象的能够体现出两位这个双A的极致拉扯感 那两位觉得在剧中谁更A一点 就是一般谁是被拿捏的那种 那肯定是装洁更A一点吧 我觉得互相拿捏吧,也没有,是不是 陈拜东也挺能装的 他俩都挺能装的 我只是可能按照我的那个角色思考逻辑 这个女孩有点A 那在我们观众视角看来 感觉两位是势均利己啊 最被拿捏的是我们 真的是剧好看到让我们大家沉迷啊 因为无论是演员剧情 还是我们剧的这个细节色调啊 都特别的温暖温馨 就一天一集根本不够看 那也很好奇 两位最近跟我们一起在实施追剧吗 我追了,你呢 我追了,但是昨天的跟的还没有 但是尽快补上,对 对,而且昨天跟了两集哦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那我们今天也是汇总到了一些观众们 很关心的讨论的一些问题 想要来问一问两位啊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稍微稍等确定一下声音 大家现在是声音太小了是吗 我能听见我们俩说话 要不要把这个麦克风 它得连接那个 哦,它连接手机 问一下 而且有杂音 杂音是不是 大家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 看看现在声音是正常的吗 直播为规 我们直播先被封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好像不是太好 声音现在行了吗 声音没问题 没问题 下面有人说没问题 好,那我们继续 好,大一点声音就好了 好 辛苦两位 来了 关了 中气十足啊 不会是我们周姐 对,关了 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身提问环节啊 首先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我们陈麦东的这个职业很特殊嘛 那关于仪批整容师这个职业 想知道献哥在拍这部戏之前有听说过吗 当然,其实很早就看过《入脸师》那部电影嘛 所以其实是知道这个职业的 然后后来看到剧本了之后就会去更多的去看一些纪录片 看一些电影去学习和了解 对 那看完剧本《得知》会出演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之后 当时的内心想法是什么 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其实通过我们的这部作品或者说我的一些诠释 我觉得是给大家看到了一个比较少被听到或者少被知道的一个职业 但是这个职业呢 实话实说要跟我们的人生要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给大家看到一个好像听起来有点玄乎的 这个职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去给大家解除一些心理的一些疑问也好 顾虑也好 或者一些隔阂也好 也是让我们对这些有了更加的敬畏之心啊 那后期献哥有没有给陈麦东做哪些特别的小设计来帮助展现人物 其实我觉得就会有一些铺垫吧 就是还是可能稍微前期会冰冷一些 但是慢慢的后面也是会被觉得庄杰一点点的去撩到 或者说是打动到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不知道该不该说 反正就是庄杰也在去帮陈麦东把穿衣风格也在调整 对对对对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大家慢慢看吧 慢慢变成一个潮男啊 对对对对 真的是对陈麦东这个研究非常的透彻啊 所以才能给我们诠释出这么好的角色 我们麦东很优秀 李宪更加优秀 对不对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好 那我们有一段陈麦东洗澡的这个戏 在咱们关头已经点赞破百万了 然后底下评论区都说李宪怎么在每一部剧里都在洗澡 那对此献哥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 哎就是对导演很爱用 当然导演很爱拍 但是自己呢能做的就是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什么的变成一个合适的演员工具 对导演需要的时候就就利用利用吧 这些美好的事物大家都想多看啊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想看的未来还想更看看更多的吧 我们多喜爱看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不敢不敢不敢 看果然知道刷屏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周姐啊 剧中庄杰是很主动果敢的那种直球性格吗 那庄杰觉得自己和庄杰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我觉得我跟小庄比较像的就都是那种 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很易 然后很很很很热情 然后人缘很好 但是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知道 还是底层底色还是个爱人 很爱 然后有有有自己还是需要有自己一定的空间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跟小庄还挺像的 然后也比较喜欢照顾别人的情绪吧 因为小庄在家里面就是把妈妈呀 然后弟弟妹妹都哄得很开心 是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两位都很美啊 因为是一个人 共用一张美丽的脸 其实对 刚刚周姐也有提到嘛 我们庄杰的经历它很特殊 它是小的时候 因为车祸导致了一条腿截肢嘛 而且就是感觉整个学生时代的庄杰 其实是有点举促自卑的那种 那长大之后又变成了这种很艺人的这种射牛性格 那好奇我们周姐在演绎庄杰的时候 有提前为她做点些准备吗 首先是肯定要真实的还原 庄杰平时日常的走路啊 蹦跳啊这些 就是这个是想尽可能的比较真实 然后又不夸张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剧组也帮我请了两个 有相似经历的姑娘来给我做一些指导和分析 然后很感谢他们 那其次从心理上来说 我们编剧老师给庄杰很多自己独处的空间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 演员可以充分去利用起来去展现庄杰 可能比较复杂的一面 比较甚至有一点点忧伤的底色吧 我之前在抖音上有刷到一个评论说 周宇童是天选庄杰 真的说的一点都没错 李哥是天选陈麦东 天选庄杰 天选陈麦东 这里还插播一条档幕 刚才有朋友说两位都把角色诠释的特别好 看来自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真的都特别特别的棒 那而且大家还注意到剧里 庄杰给陈麦东的备注是伟大的人 那好奇我们现实当中 周杰给献哥的备注是什么呀 献哥 就是献哥 两个字 那我们剧里庄杰是主动夹的陈麦东的联系方式吗 那两位现实当中是谁 当初谁先夹的谁还记得吗 我们饭局好像加上了 你先夹的我 对对对 群里群里 我们有一个群 应该是唯独 还是什么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演员的群 不是我们上次一星吃饭那次吗 那次夹了吗 是那次吗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我怎么记得群里面还有有依问有导演什么的 是 我以为是上次咱们一星吃饭 那一次没加是吧 我们两个爱人 我们两个吃过一次饭了 没加过微信 我们怎么可能在第一次见面就加对方的微信呢 我们俩真是难为两个爱人了 那这次虽然是第一次合作嘛 那就让大家真的磕爆了 而且预告一出就觉得两位真的CP感爆棚 那也很好奇两位觉得这次合作之后感受如何 请先来分享一下 嗯就是觉得合作很舒服 很开心 然后很专业 对基本上在现场 就是你就知道 你就是 我们是不是夸对方的话都说干了 对就说一天夸对方的话了 就是觉得 多夸我们爱听 很专业 很认真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你不用去担忧 他在专业方面的任何的问题 就是只是 只需要去讨论 如何把这个情感更加丰富的去 去诠释 只需要管理我吃垃圾食品 这是什么可以详细 因为那个时候两人长痘 贤哥有时候就会看我在监视器那 就是吃这个吃那 你看看这个 糖油混合物 这又是什么垃圾 他们这边有贴心 没有没有 一些建议 一些建议 对 那我们周姐决断吗 嗯 现哥其实 我觉得陈迈东这个角色 想要诠释的很好 其实是有难度的 包括他的台词各方面 然后包括他给别人看上去 是比较冷冰冰的一张脸 但是现哥能把这个人物诠释的 那么自然生动 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 其实我 我前两天 自己不是在家追剧吗 因为你跟奶奶有些戏 我是在现场没看过的 包括我也没有看过后期的剪出来 然后我在家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惊喜 就是我觉得 现哥不光是处理跟我的对手戏 他处理跟奶奶 跟同事 他对每一个关系 把握的都非常好 就他跟奶奶在一块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像小陈迈东了 就有点浑浑的 然后那个都是姑娘追我 就哇塞 我看了好多遍 然后那个表情 就是演得太好了 就是对每个人物之间 他的分寸 然后在宾馆的时候 那个状态 就是师傅的状态 就完全不一样 就一看就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和准备的 总结就是我们这么多一堆 人又好戏又好的演员们 一起诠释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难怪我们都这么爱看 根本不够看 而且刘玲老师 方方老师也非常出彩 对 就他们给到的戏都很足 情绪也很饱满 是的 每一个人物都很饱满 那还记不记得有哪些片段 是两位在现场 即兴碰撞出来的一些名场面 陷入沉思 其实我们基本上 如果导演喊咖了 我们基本上就是 完完全全还原剧本 如果导演不喊咖 我们俩可能就会在现场 有一些有的没的 对 比如说扔爆米花 那个其实就是 对 因为他想让我们俩偷往上看 然后我一看献哥那抱一爆米花 我就这样扔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 亮出了绝活 你知道吗 上面的诞生 还想看 可惜我们今天现场没有 没有爆米花 真的 那个谁看了谁都疯 这辈子没看过有人 那个叫什么来着海报 是吧 太厉害了 而且还是两个 就是接两个 天哪 你觉得真的隐藏的个人记 被发掘出来了 真的是在这么好的创作氛围当中 才能带来这么高质量的作品 那好奇两位在最近冲浪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些印象深刻的弹幕 或者评论 你觉得很有趣 或者是 周里头好敬业 拍个戏 拍个截止 特效了 特效了 对 我看到一个弹幕 就是那个 你 你 你 陈迈东 背装结的那个 然后弹幕说 这小子为什么不把车停面线 对 他就把停在远处 就是为了故意要背装结 说就想背是吧 停在前面就少两分钟的戏了 好 那我们更多的这种很精彩的评论 还可以去我们的抖音评论区看看 真的大家都超级有梗 超级会说的 那简单的聊天热身过后呢 为了让大家更加细致的了解我们的成活强劫 我们今天也提前给两位准备了一些和角色以及剧情相关的照片啊 我们两位可以一起来旋转看哪些是属于自己的 哪些是属于两位一起的共同回忆 然后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后面的含义好不好 还有很多可以先挑一下看看 这一张就是一些开始吧 故事的开始 是的 对 就是听两个社会的边缘人互相觉得互相救赎的故事 我看到他俩小数人的地方我都哭了 嗯太美好了 我眼泪啪哒哒哒就掉下来了 真会 我们导演今天也好会拍 那我今天也要跟直播间的朋友们 悄悄预告一下 我们今天在抖音追剧团的时候 也给两位拍了非常多这种超级好看的照片 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看看 然后就是继续 这个这个就是属于 我觉得也是属于庄杰的回忆 也是跟他跟陈迈东的 因为陈迈东那句拐杖也可以是武器嘛 他就记了这句话记了十几年 是的 好来我们下一张看看 哇高铁站 高铁站的故事还在延续 还有很多高铁站的故事 很多名场面都在高铁站 重逢离别相爱都在这 哇那我们浅浅期待一下了 这个就是剧中名场面名地点 下一个也是我们的名地点了 这就是庄杰心目中的最美好的地方 就是东方民主塔 他每天都会看着这个地方 然后畅想自己的未来 不过这个地方感觉也算是两个人感情路上的一个小小障碍了 是不是 陈迈东也去过大城市 但是他回去也有他的使命 对要带着我们乡镇的发展 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小青年 来我们下一张看看 小树人 我们的美术组 我们关于这个还有一个重要道具 特别特别温馨 大家可以往后面看期待一下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春色激情人追起来 一起去看一看这一个温馨的小道具 哇这一个摩托车一出 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经典台词打出来了 去哪儿啊 对那一场戏前前后后也很有意思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个前前后后都很有意思 看来不只是一瞬间明场面这一段都是明场面 不只是嘴巴说一说 已经期待起来了 好来我们下一张 这是一些工作的道具 属于陈迈东的工作道具 对专属的一个手套啊 好那我们简单分享完 相信大家也对两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啊 那简单的聊天结束之后 那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春日约会的重头戏了 登登 就可以有一个音效啊 因为众所周知 我们陈迈东和庄杰两位优秀的小青年啊 作为我们南平镇的知名人物 不仅两位相亲的过程让大家操碎了心 在一起之后 这个甜蜜约会日程更是牵动着我们的心啊 所以今天也是也想邀请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 一起来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趁火抢劫的一日约会 那首先作为情侣 心意相通是两位最基本的默契嘛 那好奇两位在片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特别默契的瞬间 选衣服算吗 算吧 我觉得周杰本人是非常有sense非常有审美的 所以当现场 现场不是说一定就提前就定好了哪场戏穿哪个衣 要根据光啊场景 对会去挑 但是我们现场搭出来的东西和整个现场的环境 基本上我觉得每场都是一个比较适配的一个搭配 不愧是我们周杰氛围感之神呢 没有没有 那我们今天也是想现场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啊 先来一个热身小游戏 是最近抖音上有一个很火的默契挑战 叫做同时睁眼挑战 哦 玩了 今天玩过是吗 那我们就不需要接 不能说 没事没事继续 没事我们再玩一遍 看看这次的默契有没有跟上一次有进步啊 那还需要再介绍规则吗 不需要 那我们两位可以准备好 老手了 但我们这个有一个小小难度升级 就是两位在同时睁眼之后 我们还需要憋笑十秒钟才算挑战成功 那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 是不是 我们抖音场就是如此的有趣 好 那我们准备好之后 我们要不要计时一分钟吧 看看两位可以 好 七十一分钟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一分钟这里完成 要不然怕万一两位一直能删睁眼 感觉这个游戏要玩到结束 好 那我们闭眼准备吧 有音乐吗 需要BGM 来我们 你还要音乐 工作人员上BGM 要什么 挑一个你的歌 就我们春色的歌呗 好 可以 来 我们今天主播间的背景好看 然后人员好看 还有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费 我们今天有点赞 订阅 轮游戏已经足够证明了 两位就是非常有默契 而且笑点也是非常的低 实在是憋不过七秒 哇这个论的很难 对 真的就是感觉默契都是用的 但是憋笑这一点确实是太难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一轮我们就算一个简单的热身小游戏 这个不设惩罚 所以两位可以暂时的放心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式的游戏挑战了 正式的游戏挑战是需要两位分别伸出一只手 然后食指相扣 然后呢 是的 因为听说这样可以让两位的心意更加相通 默契直蹭蹭上涨 然后我会给出十个关键词 两位在听到这个词之后 我会把这个词重复三遍 然后之后需要两位同时说出在你听到这个关键词之后想出来的答案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我说帅哥帅哥帅哥 然后两位一起答 李炫 哦 就是这样 对 如果要是答的不是同一个词 或者是说 哎 时间错开了 这样我们就算答错 如果答错了五个 就要喜提乘法了 好 那我们 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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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亮 那我们准备好了 那我们第一题开始 地名地名地名 南平 哦 这个题很默契 好 来我们第二个 动物动物动物 鹅 我呀 默契值真的是有的呀 来 第三题 美食美食美食 料根 我思考了一下 你家是料根鸡还是料根鸭 你这是被料涛听到会挨揍 没有想到是我们计三鹅子呢 那就错一题咯 我们工作人员辛苦帮忙记一下分数 来 第四题 季节季节季节 春节 算吧 可以算可以算 但是有一点点延迟 下一题这样我们就不算了 好 那我们第五题 运动运动运动 跑步 周姐不运动 哈哈哈哈 我们装节毕竟有一个甲值 有点跑步不方便 是不是 这题非常明显的错误 来 第六题 颜色颜色颜色 绿色 哇 默契又回来了 来 我们第七题 交通交通交通 摩托车 对 很棒 感觉这一题 我们所有现场 包括我们屏幕前的各位 都是心意相通的 这一个经典答案啊 来 我们第八题 五官五官五官 眼睛 好吧 我想说 我想说鼻子 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我鼻子好看 哎呀 我们也都这么觉得 可以可以 来 第九题 游戏游戏游戏 金蝉蝉 一些怪异的默契 不是 因为我最近在教他打金蝉蝉 对对对 跟我们的游戏设置虽然不一样 但是两位这个默契 真实在很棒 那我们最后一题 笔心笔心笔心 哇 这一波默契很棒 很棒 来 给两位咕咕哩咕哩 这个画面太好看了 那我们来加赛两轮吧 就一定要受惩罚 要不你直接上惩罚 也行 两位觉得如果这样 我们要不然再玩一个吧 让大家来 来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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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截 哇 算是一种默契 对 这个其实算是一种默契的 那我们虽然三个 四个 哦 错了四个是不是 错了四个 对 那这个也算错 那我们想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 大家想看惩罚吗 想知道惩罚是什么吗 想知道惩罚内容是什么吗 我们要不先公布一下惩罚吧 嗯 这其实因为我们献哥的 第一条抖音 就是用那个哪吒的特效拍的嘛 所以我们这一轮的惩罚 就是需要两位一起 用一个搞笑的特效 然后来带着这个特效 来拍一段抖音 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先浅看一下 我们知道 抖音这些搞笑的特效 特别有意思 现在 是他 可以 一边挑一挑 对 然后选好之后 记得点拍摄哦 好好奇 到底是选了什么 我们终结笑成这样 这到底是什么特效 可以了 可以 来我们 给镜头展示一下吧 哎呀 锁上了 稍等 给大家 看一下 真的 超经典的一个抖音特效啊 真的 我们看看 有缘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关斗看到这条视频 也期待大家的评论 不过感觉真的搞笑特效 也掩盖不住两位惊人的美貌 谢谢 好 那我们简单的休息过后 我们继续今天的春日约会之旅 因为说到当代小情侣的约会 我们肯定是要走进电影院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电影啊 但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春色寄情人 这部最适合春天的浪漫剧集 无论男女老少都爱看啊 所以本轮的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也想知道两位在拍摄的时候 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最高光的名场面是哪一场 可以给我们稍稍剧透一下吗 最高光的名场面 我觉得 我自己比较喜欢 好像不太好剧透 那我们就前前剧里期待一下 对嘛 也不远了 明天应该 明天应该就跟到了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出现 哇 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剧集 对 然后他出现了 然后陈迈东的一些名场面反应 我觉得还不错 哇 好期待明天 来 我们究竟有此几个 明场面 我有一场也是很喜欢 应该也是这几天会来 一家人 我们预告应该有那个吧 风筝 有 一家人放风筝那场 就是那场淡淡的 但是很治愈 很温暖 应该就今天晚上大家就能看到那一场 那一场戏 今天晚上明天晚上都一定要把我们追 对对对 拍得很淡 但是很治愈很温暖 是我们刚好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再稍微休息会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剧情了 也可以看到我们周姐最喜欢的这一个名场面 那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无论哪天晚上九点半都一定要准时等更新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么好的春色寂寻人多多安利给身边更多的人一起来看 是的 那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 是给两位截取了一些我们心中的高光明场面时刻啊 然后也准备了这个提板 我们两位可以看一下画面和情情提示的台词 然后需要两位补充问号里的那些经典台词看看 如果能够答对就算积一分 然后这一轮是个人战哦 两个人分别积分 最后分数少的那一位要继续接受我们本轮的惩罚 好 哇有都真的不太能还原 准备开始 大家一人一个来吧 实际接受挑战 来 这个啊 来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陈白东的朋友 在逼他 然后问他说逼我把话点破是吧 然后我们陈白东说 今天你要是不把我点破了 我就把你给点了 很棒很棒完美回答出 来 我这个会没有长 就是从我跑到上海第一天起 我就打定主意 我要比普通人更有斗志 我要当南平的金凤 对 我要不停的向上爬 然后去看更高更远的世界 这也是我们庄杰的经典名台词之一了 看这题大家真的无压力啊 来 下次回南平再见了 什么 然后祝你一路平安吧 我们不跟人握手 也不喜欢说再见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 啊 对 我这个是你 你什么什么 Ashley 什么Jessica 你回到这个家都是我的打工仔 对 没有我妈妈的词都记得住 对 我把琉璃老师的词也都很经典啊 这瞬间就来了挑战了 这奶奶的词 哈哈哈哈 就是奶奶在跟我们鸟鸟在炫耀啊 和我孙子陈外东注定是一家人 是吗 注定要是一家人 注定是一家人 注定是一家人 打错了 你姐姐庄杰和我孙子陈迈东 注定要结婚的 对 没错 那这一题扣分了 我就扣分 来 青春期的拐杖 可能封印了我一阵子 但被陈迈东解开后 就彻底彻底放飞自我了 哎呦 是吗 是吧 很棒很棒 到目前为止 周姐都是慢分回答 可以可以可以 来我们 先哥继续 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他 我只是没看上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太吵了 比您都吵 这句怎么说的 如此的真情实感 来我们周姐的下一个 打球我是门外汉 可找对象我是专业的 没错 哎呦 哎不对是吗 错了 找对象我是一流的 错了两个字 完了 这要在我们一问 提前县训练了 你就会从健身心脑 跑过来说 这两个字 虽然都行 虽然都行 但它是有天差地别的 确实 这两个字虽然都行 但是有天差地别的 哎呦 死去的记忆又不 又不害了 我要给 好好想想 打球我是门外汉 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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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对象我 我在行 找对象我 行吗 是什么 擅长 哦我擅长 对 哎呀 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 这题本来想跟我们周杰放水 但是感觉放不过去了 死亡是最让人无能为力的 哇 死亡是最让人无能为力的 是什么来着 也是最 还差三个字 也是最 死亡是让人无能为力的 也是最 也是最 认输吧 公平的 就是靠着群措群立 我算是答错了 答错了 来 我这辈子就少了这么一次流氓 怎么还让全阵给失重 哎呀 这个记得真溜 是吧 因为这 这是昨天播的 也是我们经典的场面 我看我们 弹幕里大家都打出来了 公平的 看我们大家追剧追的都好认真 来跟我们自己鼓鼓掌 真的特别棒 特别棒 追女孩的本事 没声书吧 向来没这个本事 都是女孩追我 都是姑娘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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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连自己名才词也答错 没有 就是因为尽量医院批评我的两个字 女孩和姑娘不能说错 是一样的 虽然两个字 虽然是你都行 但是姑娘就是成麦东会说 听查必别的 来 你们继续 你看看她呀 自己穿得像个铺冷额子 还牵个鸡三额子 哎呦 很棒 双鸭 可以可以 来 最后一人一道题 永远要记住 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完了呀 这这句我们昨天没看啊 昨天在赶路 错过了 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要走的人也拍刘 哎呦你比我还知道 这是奶奶的死 看我们周姐真的很 因为我昨天追剧了 因为我昨天追剧了 她昨天补齐了 我没补齐 好 那我们最后 我在绘本上读到过一句话 我怎么就老记别人的词 我怎么回事 我自己的词都不记得 就记得别人的词 我在绘本上读到过一句话 多 多 不是多 喜欢 哦这是我妹说的 对 喜欢就 喜欢一个人 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 他可以让你笑出来 意思是一样 完整是喜欢 不就是在你很累的时候 能够让你笑出来的感觉 哦 对 我当时追剧的时候 还把这句话特意记下来了 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句话真的可以精准形容 我们现在每一位 看直播的小伙伴们的心情 因为就刚刚这个时间点嘛 大家可能是刚刚下班 或者是刚刚到家 可以躺在被窝里 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时间 那累了一天 刚好可以看着我们 趁火抢劫的直播笑出来 而且待会九点半 还能看我们春色寄情人 就更加开心了 是不是 是是是 好那现在结果也显而易见了 是不是 恭喜我们的献哥 啊 喜提惩罚 哦 那我们这一轮的游戏惩罚 是需要你说出对方的五个昵称 对方的五个昵称 是是是距离的还是生活中的呀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啊 对 献起都可以 献变 对 我们来考验一下即兴能力 小周周猪 小周猪 小玉桃 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规律 小周玉桃 就是得小子打头是吧 还有什么 张杰 小杰 奶奶小杰 很甜很甜 太棒了太棒了 那我们小情侣现在看完电影 继续进入到我们的逛街的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也是我们情侣约会的一个必备项目 两位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情侣约会 对 我们可能出去逛街啊 看完电影啊 回来之后 还想干点什么呢 眼睛瞪着下孔领 是想到了什么 不是 在思考 在想 吃饭 也不是 游异项目 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揭晓吧 这一轮就是抓娃娃 来我们 先不上抓娃娃机 先给两位挑战 因为我们抓娃娃需要游戏费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 是要两位来赚取硬币的一个机会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赢的 币越多 最终抓娃娃的机会再也就越多 因为我们这个小娃娃机还真的蛮费那个游戏币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轮的游戏是 接下来在我提问之后 需要两位轮流说出一个字 然后一起组成一个三个字的成语 词语或者是句子 它只要是逻辑通顺或者是符合题目的 就是胜利 例如我来举个例子 我说这一道提示 请大家说出一位三个字的大美女 然后两位分别 向哥说周 周 对 同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解决了 懂了 如果要是两位顺利回答出来 就可以获得一个游戏币 好 这个简单 我们待会的抓娃娃 不一定简单哦 两位玩起来就知道了 来首先第一题 请说出三个三个字的出门必带物品 是一个人说一个字吗 对 然后两位就这样交替 那很冲 电 宝 好 第一个对 冲 这个要说三个是吧 对 三个 你又冲啥 冲 电 气 对 你再说一个 我来接一个 门 进 卡 对 第一题很棒很默契 好 第二个 请说出三个三个字的春色季情人里面的人物名 陈 麦 东 这题很简单 王 西 下 你考我的感觉 惊险过关了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怎么这么多两个字的 我刚才脑子里过了一下都是俩字的 古 背 背 第三题 请说出三个你在撒娇时会说出的三个字的话 撒娇的时候 憲哥一脸懵逼自己不撒娇是不是 撒娇时会说的三个字 没有 对 撒娇就是了 好那我起头吧 你起头 讨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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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被启发到启发到了吗三个字啊啊 撒娇 撒娇 怎么啊 那你好我知道了 什么 请接 你刚才说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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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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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算吗 这个可以算可以算 对 那你本来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随便瞎得起的 就是一些语气词 萌萌语气词 还差一个 对 不 要 拉 哇 哎呀 可爱到了 被这个拉 哎呀 感觉跟刚刚的喵有一批呢 此次的回忆突然来攻击我 至于当这个喵有多精彩朋友们大家自行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春色记群抖音追记团就可以看到这个经典名场面了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题请说出三个你在约会时会做的三个字的事情 看 电 影 嗯 没有难度 图 图 嗯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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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红 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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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v 火 锅 什么火锅 什么火车站 什么火锅 走远了 火锅天为什么要表白了 我感觉我的思路好像跑得更远 我一说火 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全脉动 换个 换一个换一个 飞 鸡 长 一些恋人的这些离别和重逢 对 来我们接下来三个字的 剧中心动的瞬间 送 送 算了不去透了 这个不好 磨 拖 拖 车 嗯 这是大家公愿的 嗯 杯 洗 什么 是 什么 我说发现 我画不突然 快拿了 嗯 不得不得不得 飞 那其实要不勉强也算吧 毕竟也是我们剧里的明场面 明场面就是飞她会结 送她会结 对 那杯庄姐也好 好 杯庄姐 嗯 还要再来一个 嗯 明场面 图 唇 高 哎 很好 来我们接下来请说出三个三个字的水果 火 龙 火 哈 蜜 瓜 鸡 鸡 红 是 这个很棒很简单没有难度 接下来请说出三个三个字的表白句式 嗯 我 爱 你 哇哦 再给 喜欢 你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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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轻 好好好 好甜好甜 来我们下一个请说出三个三个字形容陈麦冬的词汇 嗯 狠 勇 感 哎其实前面下一个狠就是可能特别快 是 狠 男主都在我这儿我要去讲这个词 狠 中姐找到一些答题诀窍 狠 狠 那你说狠 狠 静 很冷静 狠 帅 气 嗯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请说出三个三个字形容终结的词 狠 漂亮 狠 温 柔 狠 狠 狠 爱 我的天哪 很棒很棒 那这一轮这个全部都答对了 那我们可以获得十个硬币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来 来 可以上我们的抓娃机 但其实这个抓娃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 有一点点难操作 哦是吗 对 两位可以 哦是这样的吧 你看我看看啊 把这个线顺一顺 哦 好我们现在币已经拿在手里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规则就是可以先投币 哎在 在前面 哦在这 投币靠 然后我们 左边的这个 是控制前后 然后中间那是控制左右 然后最右边的那个 哦哦 对是上下可以控制 你可以抓哪一个 看看 两位可以一起来 然后呢 然后对 调 调右边的这个 然后再按哪个 按哪个下去 哦对这个是 哦 对他这样子 再抓到 然后你就要上 上 把他拿上来 哎 抓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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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 就跟你玩爆米花 哈哈哈哈 有一曲同工之妙 又发现零星 你操心 好可爱哦 是 哎呀 古希腊掌管抓娃娃的水 你拿一个要不要试一个 我 我抓娃娃 你是不是得再投一个 我抓娃娃特别不太行 哈哈哈哈 抓了一坨空气 我们献哥要不要帮忙一下 哦 哇 这个可能有点悬 不行 这个要先 没关系 是娃娃的错 该怎么回去呢 可以调一下左右 把它运到那个门口 哦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对 再投一个面 快,快一起 include 那就继续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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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隐藏技能用 全心挫掘 这两个都好可爱 好可爱 炒红 不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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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感受到我们献哥这个帅气了 好会抓 天哪 有点厉害 是的 真的好厉害 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 我们都说春春以前是成年人之间的互撩 而且我们陈麦东和壮杰都是张力全开的选手 更是处处稳的有来有回 并且双A对决是看着大家心头一热 所以我们今天约会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想请两位来现场PK一下互撩 看看谁更能拿捏对方 那我们辛苦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 就是我们这个心跳测试一样 哇塞还有这种东西 对 然后呢 好高级 加在手机上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任何的形式 只要让对方的心跳突破120 就算胜利 现在多少 我现在没有 我们可以 我97 我96 哎呀一样 这不是这是血氧啊 那是吗 那个绿色的是心跳 95 对 你心跳怎么那么慢 因为我七十几 七十八 七十九 是经常运动的 对 也不是啊 我会调整心跳 还有这种心跳 没有就是你玩潜水玩多了 就会调整心跳 现在上来了 那我也是想 我也是想 心跳的神 来 那我们 哈哈 来 屁股前的观众 跟我们一起深呼吸 我现在86 突然进入到了一个 66 哈哈 那感觉这局我们终结有危险啊 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三种的辅助形式啊 可以让两位来选择 互相来 哈哈 在干什么 来 互相来 好 我们第一个方式是 面对面真诚的说土味情话 然后第二个方式是 一起来看抖音上面 大家很有才华的剪辑的 让人脸红心跳的二创视频 然后第三个是 近距离的挑战 对视十秒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看看 想用那种形式 你选 哈哈 我都可以 气都虚了整个人 是抖音视频是吧 是的 两位可以各选一个方式 来 然后我们PK一下 看看两位谁的方式 先看视频吧 他看我这个应该没反应 那 先个选 看视频是不是 可以啊 我这个 这样 你这样给大家看 还要看吗 控制不来一点 是不是 我100 我107了 哇 你都没跳吗 小哥 八十六 我的天哪 看 你这儿要送你 有什么区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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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上了吗 现在是多少 9694 下来了 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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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方法 你还是80多是吗 8 75 你75 你怎么越看越冷静了 这些视频都看过 对 这都毕竟是两位一起创造明朝面嘛 那我们献哥这一轮就是最高107 那我们轮到周姐选择哪一种方式 可以说土味情话 或者是对视15秒 唱情歌 那我唱情歌也可以 我唱情歌他只会跳得越来越慢 有可能是坏了 没坏 没关系 刚好这样两位都可以接受惩罚 是不是 那我就一边看着你一边说土味情话吧 好 好 要需要非常真诚的那种 说不了一点 无论是阴天雨天还是晴天都比不上你跟我聊天 要看一下 听得有点无奈 8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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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虽然你不是奥利奥 但是我可以泡一泡你 快看 哎呀 天哪 这样是奥利奥 一会儿要37了我跟你说 这实在是 这实在是恶心到他了 你知道吗 不是就是哎呀我很努力的在调动我的心跳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方式是有一点的妙的 有点奇怪的 有点瞎头的 对 那我们要不干脆挑战对视10秒钟 为什么我心跳这么快 你紧张吧 106了 要不你跟我说 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真诚哦 非常真诚的 深情 要不再说一个喵吧 他可能直接蹦200了心跳 我本来想想一个土味情话的 但是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 现场创作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什么土味情话可以提供 也可以打在弹幕里来 让我们做个参考 让我们献哥在现场创作一下 我先说一个这个吧 可以 我觉得我好花心 因为你每天的样子我都好喜欢 太奇怪 听着不说这些就觉得好奇怪 好好好 好好好 看两位现在的心跳呢 八十八十四 周姐 周姐在一百上下徘徊 九十八 九十六 九十三 周姐 周姐 八十八 听冷静了 这个真的会让人听到就是情绪荡下来 心跳越来越慢 然后脚趾越来越抓地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 谈恋爱的时候不要乱说那种土味情话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特别棒的这个知识啊 但是也要恭喜两位 喜提本轮惩罚 什么惩罚 你可能听到惩罚就会心跳加速了 我们这一轮 献哥的惩罚是我们众所周知 我们周姐是头像大户 所以今天是想让献哥来模仿 周姐的一些热门头像拍照姿势 来现场拍一些我们男生玩的头像 好不好 来 对 哇 一表情是精髓 周姐觉得 很像很像很像 可以 大家抓紧截图哦 这是珍贵的瞬间 哇 这个好可爱好可爱 真的好笑 我记得相信这个很帅气 哇 好帅好帅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怎么有意思 这个也是很笑 非常美 你真是表情大户啊 你真是表情大户哦 这我帮你拖了,因为你要双手这样拖着 哇,好可爱,好可爱 天呐,你要堵起来 怎么堵起来 这样的事 眼睛要笑一下 明明点 太棒了,太棒了,天呐 我的兄弟好可爱,好可爱 还有呢? 最后一个 像 哇,真的好像,好可爱 学会了,以后拍照片这么拍 学会了,长了点知识 好会拍啊 感觉现在这个头像有了情侣吧 我们男生也可以用起来了 好,我们接下来公开症结的惩罚 请现场轻唱一段属于自己的十二星座歌曲 可以现在来听一听学习一下 哦,我听过,听过 好,我们准备好,我们百灵鸟周姐要唱歌咯 准备好,录音 准备好,录音 好,礼拜,走 来,我们把周宇童好听打在公屏上 我仿佛刚学会说话 憲哥觉得唱的怎么样? 唱的特别好 特别棒,特别棒,是不是? 好,但没有测谎仪吗? 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约会大概结束 我们一整天约会下来,两位也是很辛苦了 那最后也少不了我们拍美美的照片 做一个最后的纪念 我们今天给两位准备了拍李德 可以现场互相为对方记录一张照片 好 考验两位拍照技术的时候到咯 我选一个花吧 可以 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么好看 嗯 真的,大家都开始舍不得舍不得 要离开的人也怕溜 嗯,好看 可以 一,二 嗯,给你来一个 可以,可以,自拍吗 可以,可以 试试 哇,这画面好漂亮,好遥远 你再给我拍一张 你再给我拍一张 拿这个吧 哈哈哈 好像你当时用的那个哪吒的特效 好,好,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哇,哇,你拍的太美了 哇 哇 我们也看一下 哇,这好漂亮 天哪 我这摄影没白学 哇 哇 哇,这样的姿态也好好看啊 嗯,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还没显像 哎,还挺好的 啊,好可爱啊 他们应该看不见 嗯,对 稍等等他再显一下 我们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看吗 哎,这个照片就太好看了 那最后想请几位 用我们乡下年轻人流行的一个方式啊 叫做姑卡 姑卡 这是什么东西啊 给我们这个开立得来 进行一些小装饰 对,就是贴点东西在上面 贴一些小贴画呀 然后最后签上我们的名 哦,不是给我们的 两位想撕堂也可以的 毕竟拍这么好看 嗯,挺好的哈 嗯 你想贴什么呢 发抖音啊,朋友们 我们照片发出来也是发抖音 嗯,这个跟你这个娃娃打 来给你的这个贴贴吧 哇,这些东西真的好上女 喜欢吗 看我们周姐整个人都贴得很开心 两位只有镊子,可以拿那个镊子 那没关系 没事,看扣得快 好的 大家好奇记得几张照片的最后成品也可以关注我们春色记贴人的关斗 之后我们会发出来的 是的 是的,发在关斗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关斗关注起来 然后一起期待 小绿植吧 但是我们马上春色记贴人又要更新啦 所以大家可以待会一起回味直播 也可以多多搜索今天春色记贴人的抖音追剧团视频 真的有超级超级多的经典名场面 绝对不能够错过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春色记贴人追起来 哇,感觉两位创作的好认真啊 哦,现在已经更新了是吗 那大家快 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就可以速速去看啦 今天真的有超级多的献哥和周姐 可以让大家一宝眼福啦 签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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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后我们最后给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 我们可以先签上名字 然后跟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 我签我的 这不太写 这签不太出来 有黑笔吗 黑的 有黑色的 你签的那个下面的白蓝上应该会好一点 哎 哎,会好一些 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 有人都已经在看了 一边在追剧一边在追我们的直播 真的超级超级棒 都想看看照片 稍等期待一下 我们两位千万名就会给我们展示喽 哇,好好看啊 天呐,那张合照感觉可以封神了 我的妈呀 放中间吧 真的 可以稍微给我们举近一点吗 让大家看一下 哇塞 天呐,真的太好看了 那我们最后也是拿这张照片 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个告别吧 那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春天也祝愿举播间 那每一位朋友们 无论是爱情还是面包都能得偿所愿 也期待大家 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去看春色寄情人 大家晚安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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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